当然了,钱是最好的伟哥吗? 错,请问去青楼需要写什么呢? 写支票咯? 错,请问如果你在青楼遇到了别的客人,你会怎么办呢? 打压了呀! 错,青楼女会陪客人待多久呢? 一夜楼,我又不想娶她? 错,考核结果不合格,你被青楼拒绝了? 什么? 并不是说你来到青楼你想进去就进去,进去说小二把那姑娘给我叫来了,那就是积怨 青楼什么样呢?进都很难进 首先得比什么,比才华 所以那时候中文清商嘛,光拿钱不行,当然你没钱是万万不行啊 但是你首先都有才华 这个我说的就是大部分啊,不是说每个青楼都这样 但是这个最好的,首先有一关叫骑楼赛师 骑楼就是一进门有那么一个叫骑楼的东西 你先把那诗写到那影带上 这乌龟或者叫大茶壶就赶紧抄下来,拿上去给小姐看 小姐看了半天说,这诗写的不行,就不让进了 小姐一看,这有人带笔,这诗我见过,这不行,这有人带笔不行,这轰走 小姐见多诗广,天天的工作就是读诗,以及谈恋爱 然后一看,原创有才华,说你是不是都开始羡慕了 说你挑才子啊,这多幸福,说这好,这有才,然后说这进来 而且不是一个人进来,小姐的不见你,就不,就放好几个人进来 今天晚上三个,明天晚上四个,进来干嘛呢 第二关叫做打茶围 那时候茶不像现在啊,弄俩茶叶就行了 里边搁着七八十种东西各种各样,烂七八糟 你得认这茶,品能品这茶,然后你得有谈吐 并且小姐还是不见你,小姐就在一连后待着,就在那听 这歌里就开始,就大家开始比知识,比文化,比那个脑筋急转弯 吟诗作符,出个对子,哥们给你对,小姐在里头听 听完了,啥也没有,没有第一天能见到这小姐 就她再喜欢你,头一天也见不着 就曾经我觉得啊,可能最快时间能见到这小姐的 就是宋徽宗本人,宋徽宗是在大概天快亮的时候 已经四点多钟的时候,李时诗出来了 李时诗出来,就弹了一首叫什么 平沙落雁还是叫什么之类的曲子,回去了 然后大部分的人都见不着,但是见不着,你不能着急 你要一着急说,老子既然是来嫖的,老子既然扔了钱了 然后投诉,马上轰出去 那一院子里除那小姐,有一百多号人 除了那特恭敬的乌龟,还有那凶身乱煞式的那种保镖 说您来闹场子来了,我们家大小姐,陈圆圆李诗诗 你进来一人想见,您就见一面,那绝对不行 一闹场子,马上扔出去,暴打一队 然后所以特有风度,没问题 说我给小姐留封信,或者留一句诗 然后走,不能白走,说您片片腿走了,那不行 得打赏,这一个院子里,里里外外的,保镖茶壶,乌龟老宝 这那最少一人一两银子,就茶钱,就数千钱那时候叫 数千钱啊,很多钱啊,而且非常有风度的 走,还得扭着屁股,走台步走 因为小姐其实在窗外,看这人呢 这哥们就走着台步,然后特别潇洒 前面后面有书童什么,这那的,坐一驾驶马车,颠了 第二天又来了,说没问题,就写手诗 当然了,还催生一个小行业啊 就是在那个青楼门口替人写诗的 就是有时候有人文才确实不行 这哥们就说我来写手诗 然后这个你去进,你写旗楼上,小姐就让你进 还真就发生过最后那小姐就爱上这门口 这个替人写诗的了,叫穷书生 穷书生经常会被这个青楼大名女爱上 著名的杜师娘就爱上穷书生 当然穷书生最后很没良心给人冬家卖了啊 到江边卖了一千两银子 所以一天一天的来 直到有一天,有人坚持不住 我说我都来一礼拜了,这也没见着 我也没词说了,也钱也不够了 说这点钱来进京赶考的 这点钱都换了 这个来不了了 就是坚持来的人 什么时候双宿双飞 就是最后这人留下来 小姐说,公子请慢 我来了 出来,俩人开始 还不是马上就那什么了啊 这有点太快了 这个,先得说 我来试试你 咱们对个对子 然后咱们出个题 然后咱们弹个琴 你唱个歌 我急着搬奏 你唱一歌 咱俩拿出一幅画来 鉴赏这幅画 然后大家一来二去 然后等等